一包包黑色大垃圾袋就堆疊在河道边的空地上 靠近一看垃圾袋中装满的近似塑胶软管等等的医疗废弃物 台东县政府河川清疏工程 今年5月份开始针对康乐桥以及马兰桥之间的河道进行清疏 赫兰发现一大堆的医疗废弃物就掩埋在河道边的空地上 那我们在整理的当中有在康乐桥的上游的部分 发现大概面积大概30米乘30米平方的部分 有发现医疗汇区物 那在第一时间的部分我们就封锁了现场 跟那个刑警队还有环保局来做备案 那因为它是属于一个猎管的物品 在这一次我们做另外一件工程的周边维护的时候 我们把它纳进去做整理 那因为环保局那边要求必须要 在地面开挖一米深度的部分去确认有没有做掩埋的动作 那这一部分我们现在已经主务厂商大概会会同环保局跟相关单位 我们做一个确认以后把所有在现场有发现的医疗汇区物 我们会整个把它以流程来做一个销为 水利克也向刑警队和环保局通报以及备案 进行调查以及后续的处理 也追查掩埋这批废弃物空地的地主是否涉及相关的罚则 调查的时候这批的医疗汇区物并不是现在地主所为的一个行为 那这一部分因为据我们查地主是在74年间在法拍来的这一块土地 当时可能在前地主有租人家做一个回收的利用 那因为回收的人他可能不明白医疗汇区物是不能做回收的 他当时可能把它当成塑胶物品来做回收 那后来因为没有办法回收就弃制在那边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尽快来把它做一个完整的流程 然后整个把它在环保局跟行事组这边来做一个结案 经过了两个月的调查也厘清了废区物掩埋的缘由 而水利克也已经安排废区物清理的工作 也希望民众一起做好环境的维护 东台新闻温格台东市报导